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激励后人的劣势精神 甲午战争中 丁汝昌已一死殉国 虽然事后被蒙冤 但他的一举永远闪耀 18岁辍学加入太平天国丁汝昌一生坎坷 公元1840年 丁汝昌生于一个普通农家 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 外有英法联军侵犯 内有太平天国起义 民不聊生 丁汝昌从小家境贫寒 十岁就辍学打工 给人放牛 后来又去豆腐店当学徒 公元1858年 公元18岁的丁汝昌 选择加入太平天国起义军 也许是对现实的不满 也许是理想主义的召唤 青年的丁汝昌想要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但是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丁汝昌被迫跟随部队离开安庆逃亡 其实 丁汝昌加入太平天国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 早年家境贫寒 上学几年还要辍学打工 对生活的艰辛留下了深刻记忆 太平天国起义时 号召平均地权 安居乐业 这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丁汝昌 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即便参加起义军 也许会有生命危险 但对那个理想中的天国 他还是情不自禁的向往 起义失败后 丁汝昌选择投靠清军 这一转变 也许会被人视为叛变 但对那个十几岁的穷苦青年而言 活下去才是当务之急 他已经尝过了奇异的艰辛 渴望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投靠清军后 他勤勉用功 渴望通过本领来改变命运 丁汝昌的经历 是那个动荡时代 无数穷苦儿女的写照 他们渴望改变现实 却又在生存压力下选择妥协 丁汝昌的一生坎坷 也是这个国家深重民生之苦的缩影 李鸿章看中才能把着丁汝昌 为北洋水师主将 公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清朝学习西方国家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 北洋水师 李鸿章看中了丁汝昌的才能 将他提拔为北洋水师的重要将领 北洋水师日渐强盛 丁汝昌也在海军中威名远播 他性格刚毅 作风果决 每当战斗来临 总是第一个冲锋陷阵 李鸿章对他越来越信任 其实 丁汝昌并非出身名门望族 也没有系统的军事教育 完全是从战地历练中积累出的经验 但是他勤奋好学 对作战很有心得 深得不下的拥护 这也让他在北洋水师迅速晋升 受到李鸿章赏识 李鸿章是开明的思想家 注重人才 他看中丁汝昌的实战经验和果敢个性 相比那些只会读书的文官 更看重能占所来的将才 他决定给丁汝昌一个施展报复的机会 以磨练他成为北洋水师的栋梁之才 公元1894年 中日之间因为朝鲜问题爆发甲午战争 明知敌强我弱 李鸿章力劝慈禧太后避免开战 但还是未能阻止 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主要将领之一 接到了率领海军与日军决战的命令 日军压境投降 丁汝昌悲壮选择自杀 公元1894年9月17日 丁汝昌率领的北洋水师 在黄海与日本联合舰队交战 遭到惨败 丁汝昌自己也在战斗中受伤 9月20日日军开始炮击威海卫 北洋舰队退守刘公岛进行最后防守 面临兵强马装的日军压境 刘公岛仓促固守 弹尽良绝 日军还不断发信劝降 承诺战后会优待 这些压力都堆积在丁汝昌一人身上 他痛苦地无脸长谈 另一方面 朝廷也急令丁汝昌死守刘公岛 不准有一艘日传靠岸 可眼看粮草将近 局势已去 丁汝昌心中十分矛盾 他不想辜负部下和朝廷的嘱托 但战争已无力回天 这时 一位老部下走进劝他 大局为重 死而后已 不要背负投降的耻辱 丁汝昌沉吟许久 眼中逐渐充满决绝 为了这个国家最后的尊严 他决定以死明治 公元1895年2月12日 丁汝昌在刘公岛上开枪自尽 年仅45岁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他成为这场失败的戴罪羔羊 但他的抉择 却体现出对国家致死不渝的忠诚 光绪帝怒火中烧丁汝昌遗体 受冷落十余年 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 光绪帝大怒 认为丁汝昌应该负主要责任 他下令抄丁汝昌的家产 并让其穿着囚犯的衣服下葬 用铁链锁住棺木 长达十多年 不允许墓地入土安葬 其实 战争的失败 不应全部怪罪于丁汝昌一人 早在战前 李鸿章就看出实力悬殊 劝阻开战 但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执意出兵 战败已是必然 然而 帝王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只想找一个戴罪羔羊 于是丁汝昌成了替死鬼 丁汝昌的手足妻儿 过上了穷困潦倒的生活 村民们私下讨论 丁汝昌是被陷害的 他只是一个替罪羊 丁汝昌忠心报国 却被皇帝如此羞辱 但是当时没有人敢公开为他冥冤 只能暗地里同情他的遭遇 中古柔长所铁链 冤情十五年方得雪 十多年后 一些北洋水师的老兵 获准退休回家 他们联名尚书 请求给丁汝昌平反 因为这些老兵亲历那场战役 知道丁汝昌 仅仅是替皇帝挡刀的替罪羊 他们声称 那场战争失败 责任应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不应只怪罪一个丁汝昌 北洋水师的失败 也因为军费不足 军备落后等多方面原因 单凭一个将领的勇猛是不够的 皇上有否反思国策也该检讨 公元1905年 在众人坚持不屑下 丁汝昌冤案才得以平反 安葬一事终于在公元1910年举行 死后的第15个年头 丁汝昌用生命 践行了对国家的忠诚 即便冤屈15年 他的终魂也终究得到了安息 结语 丁汝昌的命运 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许多忠心之事 为这个国家献出一切 却难逃仕途的悲剧 尽管驱死他乡 但丁汝昌的精神 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历史终会还原真相 正义虽迟终会到来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